大家好,又是我星星和大家,職人吹水 大家好,上次做完蔥油餅之後,得到很大迴響 有很多網友留言,亦分享了很多秘技 在我自己Facebook之人吹吹群組裡,有很多做餅和包店的高手 曾經有些網友分享過做油炸鬼 今次就和大家分享一些在家裏可行的方法做油炸鬼 我們拿出中筋麵粉,拋打粉和梳打粉 調味很簡單,都是鹽 很多網友都曾經分享過很多食譜 師兄,油炸鬼為什麼不加酵母,不用加雞蛋,鮮奶 不需要的 我們以前有些師兄做油炸鬼,有些點心部 我們以前就加臭粉 這樣一聽起來,臭粉好像不知什麼 其實我們做高點,很多時候都會加臭粉 或者沙打粉,做西式也會有的 做西餐的,很正常的 在外面不停用沙打粉牛肉 你出去吃高點,西式包點,都是一樣有這些 事不宜遲,我們先量一下粉 把碗上放進去 那些中筋麵粉,我用200克 還沒夠 繼續 差不多了 中筋麵粉,200克 我另外倒多一點出來 這些乾粉,我們先放開 然後我們拿些泡打粉 泡打粉 約1茶匙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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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約5克 約5克 就可以了 5克的泡打粉 拌勻 然後我們拿些沙打粉 沙打粉 約4分1茶匙 約2克 約1克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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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半茶匙 約1克 半茶匙 油炸鬼 夠鹹才好吃 約1克 半茶匙 半茶匙 小小 小小 現在把所有中筋麵粉 泡打粉 梳打粉 鹽 全部攪拌 拌勻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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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清水 加多少呢 還不知道 不用加完 都不知道 因為我們要看粉 吸水程度 慢慢加 拿筷子出來 分了四五次 慢慢拌勻 不要急 慢慢拌勻 再拌勻 放到沒有水分 再繼續 半茶匙 半茶匙 還有少許粉 因為現在是水 大概100克,不要理會去 現在用匙羹 用匙羹做,會比較方便 壓至逐漸成形 壓了幾天後,還很乾 如果很乾的話,再加多一點水 繼續 這時候加水,不要心急 因為加少許水,就會削得很快 大家看到,加少許水,整塊粉已經不同了 再壓下去 可以用手也行 我現在大約拿多少水呢? 這裡,約20毫升左右 代表加了130毫升左右的水 這塊粉就差不多了 現在我們把它插上去 壓至均勻 壓至十多次 這塊粉也要用力 開始出汗了 我們就看著它吧 那塊碗不太像碗 現在我們就等夠睡覺 休息20分鐘 先放一下 休息過程當中 我們就準備乾脆的深毛巾 蓋一下 好 沙瓦間就攤了20分鐘 我不是說我攤了 而是說那塊粉 就是休息了 那這個粉就讓它休息了 會比較好 那我這20分鐘做了什麼呢? 做一下掌上壓 做一下其他東西 然後我們有什麼好做呢? 我們拿些油出來 我們約1湯匙的油 讓它油滑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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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現在就先測試一下 用一隻羹按下去 看看它的油軟程度 現在呢 我們就要 插到它有一點起筋 用什麼插了呢? 用手插是最好的 現在就讓它油收進去 先把它插出來 插了一輪之後 用手插乾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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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就會比較吃力 插乾 用手插乾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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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硬 process 用手插乾 用手插乾 其實已經沒 sprechen 好了 把油炒了 將隻變成加快 兩分鐘 我上次做的蔥油餅,有位麵包師傅在我留言說 搓到有點黏手,不黏碗,這樣就OK了 我真的很感謝他分享一些技術 自己在松中吸收一下,這樣就改善了 這個粉搓到現在這樣 我們就用布蓋著它 我決定不用布,用保鮮紙 包好它,放進冰箱裡 最少要放一小時 如果有時間的話,可以把它放在冰箱裡 第二天再出來處理,就更加理想了 為什麼要放冰箱呢? 我們還是要等舊粉休息一下 讓它有些自然發酵 還有要冷凍舊粉 舊粉在冷凍之際,就跟大家吹多兩嘴 找了一整天都找不到棍子,終於買一支 買了些滾就不貴的 我們回來後,還是要洗乾淨 讓它把它吹乾 吹乾之後,還有一個步驟要放 放些油 然後把它搓均勻 這塊姨媽家司的砧板 每次做完,就洗乾淨 把它放乾 乾了之後,就用油擦一擦 每次都是這樣 這塊砧板我買了很多年 放在廚房底下,就沒用了 反映到我,我也很少在家裡做這些包點 我以前很喜歡做蔥油餅 或者做薄餐吃一下 現在就拿出來做蔥油餅 我不喜歡吃蔥油,做蒜蓉餅也可以 只要知道方法 因為... 有時候外出吃蔥油餅 你也是要撞手臣的 為什麼要撞手臣呢? 他剛才做出來,你剛才買到 熱辣辣吃,就好吃了 你放到最後一兩塊,冷了就沒吃了 有時候就撞手臣 這些就讓它吹乾 麵粉沙拉姦 稍後就冷了一個小時 稍後就鬆一點 你說得了嗎? 我相信這麼小的粉就應該可以了 看看什麼環境 哎呀,弄了一滴水了 我覺得它還不夠新的 不要緊 試一試 我們先把乾粉放在這裡 慢慢拿出來 灑上乾粉 我們先壓平它 壓平之後 這裡就... 我們又推到一個... 長腸體的形狀 推到這裡 我們就... 輕輕地反轉 這邊... 這邊我們又推一推 有什麼耳朵就拿著粥 這不是粥 這就是棍子 我們就盡量就... 弄長一點 慢慢就拉一拉 這樣就差不多了 去到這個階段 我們就... 先把火燒熱一點 油溫控制著160度 調小火 油溫控制著160度 調小火 炸這個油炸鬼 油溫控制是相當重要的 切機就不要太大火 我現在... 這裡就... 弄了一個 這個就不太帥 然後... 這就是藥膜 兩隻手指 差不多 我們就做一條 現在我們就切開它 看看它能不能做到... 懷舊風味 我以前... 有個師兄弟... 做這些油炸鬼也很厲害 我怎麼發現它很厲害呢? 我不是拍了它做粥譜 我拍了它做水巴 我們就把兩條兩條這樣... 插好它 這些切得不好 這些是刀工問題 插好一條條之後 我們就用刀 輕輕就... 給它一條戒 這裡就放一點粉 插緊一點 有一點黏的 再加一點粉 這樣就OK了 油溫... 燒到這樣 我們把筷子放進去 輕輕... 有泡上來 這樣就差不多了 現在油溫已經高了一點 我們先攪一攪 我們就熱一下不雪 調小火 然後... 拿一條出來 它跟鑊的形狀差不多 那我們就... 嘗試一下... 炸兩條先 然後... 進出就讓它浮起來了 因為... 你要去... 長長地 都是要夠油啊 拉得太長了 這條... 不要緊要... 這條就差不多了 保持著這個油溫 不要太過猛 大家覺不覺... 去成形呢? 都有... 都有一點點的 我深信... 放一晚的效果會更加好 中間在那裡黏不實 不要緊要... 這樣... 保持著這個油溫 我們就慢慢炸它 也不用怕炸到什麼油軟軟 如果想做得更好一點 放了兩三個小時 那就更加理想 到這個階段 我們就可以... 放了三條下去 放了下去 就讓它動一下 這些就讓它慢慢炸了 這條小的就差不多了 這條小的就差不多了 這條小的 我們就拿起它去瓶一瓶油 這些就可以了 這些... 好像餅乾一樣 黏不實也不要緊了 接著就可以炸其他了 這麼多條 我深信有一條會炸得漂亮的 繼續 那... 全部放下去吧 這是一個流水式的炸法 這樣... 油多些就會比較... 比較容易控制的 還有炸出來會更好看的 啊... 這樣... 這樣... 要保持著... 160度的油溫 那現在又慢慢來吧 就不需要心急了 那... 炸緊之際 這樣已經就... 好熱啊 急不及待 讓大家看看 中間 做不做的效果 都做到啊 嗯... 都不錯啊 啊... 就是... 做粗一點點就更加好 更加好 那... 現在這個效果呢 如果放過一晚呢 去炸呢 那... 真真正正做到油溫的效果 還有... 夾底的時候呢 這個... 濕一點點啊 讓它不需要分開 啊... 真的不錯啊 啊... 真是油膩啊 哈哈... 還沒炸完都被我吃光了 啊... 你不要看細細條啊 這幾鬆的啊 有時候炸的東西就是這樣啊 越粗粗吃就最棒了 啊... 這些油就怎麼炸掉了 啊... 啊... 不要緊啊 啊... 這些夠顏色的就可以拿起來了 啊... 幫你炸了 鹹麵包那樣吃法了 那... 炸起來了 整體而言呢 那... 我自己都覺得OK的 那... 在膨脹那邊呢 就是差了一點點 那...最後的結論呢 這次整體的食譜呢 都是OK的 有得十二個小時左右 去發去啦 即是發去一晚 第二天炸 冷冷的地炸 呢... 保持著油溫一百六十度這樣 這樣呢 會做到呢 就是這個效果 那... 如果大家... 跟著他做的 發去一晚 做出來的效果 那... 就可以放在群組那裡 大家分享一下 那... 今天這個... 炸油炸鬼盆呢 其實我最喜歡吃短的一條 啊... 那...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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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就... 那...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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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如果平日吃都飽了 好... 可... 那... 那麼... 那... 算是... 酸啦 那... 那... 那你amin vegetable 那... energetic 大家嘩 字幕志愿者 杨茜茜